第七百一十六章 孤高傲视地让人无可奈何 芸汐扫了眼人群里被人刻意孤立的芸子林 就算顶替了她的身份过来 蒋家也一样不承认她的身份 亦或是说除了老爷子 蒋家的其他人压根就不待见芸家 蒋恒林气急败坏地拉着芸子林去见长辈 可到底没敢针带着她一起去 绕了一圈灰溜溜地把芸子林撇下了 闹了这么一出笑话 什么便宜都没占着 还打了自己的脸 图什么 不过 蒋恒林要作死 她也不好拦着不是 芸汐瞥了眼 被长辈带着走向木飞池的乔西民 清冷的毛子一瞬间变得凛冽起来 她搁下玻璃杯 转身朝着姚茵走了过去 每个年龄有每个年龄的圈子 也是因为木飞池给了姚家十足的面子 让其他旁戏的太太们高看了姚家一眼 几位太太们围着姚茵聊着天 芸汐直接走上前 二婶 我觉得有些冷 我就先回去了 大厅里暖气十足 芸汐发现 自己睁着眼说笑话 也是技巧嫌熟了 姚茵知道 她不习惯这种场合 站起身来 好 那我让司机先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打电话给司机就行了 你陪阿姨们好好聊聊 芸汐优雅浅淡一笑 礼貌地冲各位太太们点了点头 转身直接往外走 身后的太太们 就着她蒋家未来儿媳的身份 一轮开了 宾客群里 木飞池看着大门口单独离开的身影 微微沉了沉谋 偏过头 把齐员叫了过来 吩咐了几句 齐员点头应的声 快步出了宴客厅 芸汐一走 木飞池也没了什么心思 应付上来的宾客 转过身 直接冲穆斯林走了过去 牧尘昊难得看到 木飞池靠近他们这边 即便是在牧家 他对他们母子两个 也都是敬而远之 明明是兄弟 可他对他这个弟弟 似乎一直都不待见 自始自终 这么多年 他都把他们母子两 当成了外人 可在他心目中 他却把他当成了最崇拜的偶像 最尊敬的哥哥 我还有事先走了 剩下的你主持吧 木飞池 莫然地冲木丛里 扔下一句话 转身就走 甚至连看 都没看木丞昊一眼 也没看其他家族里的人一眼 一向孤高傲视的 让人无可奈何 木丛里还没来得及 开口说什么 木飞池已经转身 融入了人群里 周遭的宾客 还没来得及上来 跟他攀谈 这会儿看到 他急匆匆地要离开 从燕客厅门口的服务员手里 接过外套 居傲地出了燕客厅 燕客厅一下子冷了场 大伙似乎都还没有搞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愣了好一会儿 在木丛里开口缓和气氛之下 才回神过来 继续一心阑珊地 投入宴会里 木飞池才是 今天宴会的主角 大伙都是冲着他过来的 他一走 大伙就好像 是没了主心骨一样 剩下的 也都没什么兴趣了 芸汐从燕客厅里出来 刚走没几步 就倾到身后 祁员喊他的声音 他顿了顿脚步 转头看了眼身后的男人 有些意外 嗯 你不是在少帅身边吗 怎么出来了 少帅让你等一下 他送你回去 你在这边等一会儿 我去开车 少帅很快出来 啊 芸汐有些懵 他就这么把宾客扔里头 自己跑了 哼 少帅本来就不喜欢这种场合 要不是因为他是掌权人 他恐怕露个面就走了 确实向他的行事作风 他不待见到 谁的面子都不会给 他不待会儿 是否和你 感谢观看